爸爸 我們去哪裡 我不知道 会办这个活动 我觉得蛮新鲜的应该会吧 没有兴趣 要让孩子露宿街头 不少家长担心活动危险 会觉得有恐怖的感觉 每个人的生活方向是不一样的 那是不是我们要体会一下 其他的司机 电车司机的生活 或是体验一下货车司机的生活 或是体验一下码头工人的生活 更有家长反问 各行各业都辛苦 反问青年署难道都要一一体验吗 他能够了解社会上 有另外一群人是需要关怀的 那他也许也可以反思他的 增加他的同理心 还有珍惜他现在的生活 想拉拢年轻人 只是这样的创意 能否让父母买单 甚至怎么保障安全 恐怕都是挑战 东森财经新闻 陈和平何坤远 沈云腾台北报道